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配合港岛线西营的工程 西区的部分优器用地需要临时用作工地 港铁现在正陆续复原和重置 相关的优器用地和看落设施 麦长 港铁在重置优器设施的时候 如何回应地区的需要呢 一直以来港铁工程的团队 都透过不同的渠道收集居民的意见 平衡各方面的考虑之后 再确立可行的建议 而我们知道西区长者人口较多 和有关部门商量之后 在重置优器设施当中 新增了八套长者健身和看落设施 麦兼尼地城站周围都有很多绿化 为何会有这个构思呢 因为港岛线西延三个站共有15个出入口当中 有一半以上的出入口和设施 我们都做了绿化 美观之余还可以将车站建筑物 用入附近的环境 由车站绿化到重置优器设施 都贯设了社区铁路这个概念 真的很有心思 我们下期见